Hello 大家好 我是版权小薇 今天呢我找到了一款 号称是史上退款最快的游戏 64.0 有无数的玩家买了它之后呢 还没到十分钟就后悔了 说这个游戏操作简单吧 上下作又有四个按键就能玩 但说它难度高吧 这个全球通过64.0 最难一关的玩家呢 不超过341个 所以呢 我 王小薇 今天就要挑战在这款 是巨资 习惯体买下的游戏中 挑战通关 你说今天会不会成为 全球第342位突关的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挑战去吧 天天玩游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 宇宙潮节评地国王小薇 这个简单带有鲜艳色彩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游戏了 按下任意键 一开始是一个简单的教学 就是我们必须只向坏人开火 坏人呢 就是和背景颜色相同的方块 OK 为了保卫世界的和平 我准备好了 咱们来吧 本以为这是个 再简单不过的音乐游戏了 只用看准颜色方块就行了 想当年老年我驰骋 炫武大厅 什么节奏感 什么严手合一 都不在话下 不就是个红色方块吗 阿吴 大意了 没想到它还能变换颜色 再来再来 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 它的要素 这次变成了蓝色 我肯定不会看错了 我 我 我 这游戏看似简单啊 把相同颜色的方块击落就行啊 但是如果你问我 看懂了没 我的大脑会告诉你啊 懂了懂了 但我的手就会告诉我自己 呵呵 你想屁齿呢 我太难了 嘿嘿嘿嘿 游戏里固定的一共有五个数字关卡 64.1 64.2 一直到64.5 64.5 就是传说中至今为止 只有341个人通过的关卡 至于我王小卫今天会不会成为那 第342个人吗 嘿嘿嘿嘿 所以我就打算先从64.1开始 这一关呢 已经有3367名玩家通过 看样子不是很难 从解入难 慢慢享受一步一步 他想成功的快乐 开始吧 五秒 没搞错吧 我的水平台坚持了五秒 哈哈哈哈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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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应由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不断重复练习的 在我王小卫持之以恒的练习之下 我的成绩终于从五秒 增加到了17秒 所以为了避免重复疲劳 我决定这一次 我们换一关玩吧 我去 我 这64.2更加眼花忍乱 我都怀疑我的眼睛 是不是出问题了呀 不行不行 大家一定不要轻易说放弃 除非是真的太难了 这次我换了一个 节奏稍慢一点的 64.3 这样的音乐风格 才是我的主场 我去 还能斜着玩的 在重新了解 游玩方法之后 看看 我这行云流水的手速 上升下下 浅浅后后 就没有一个敌人 能在我的大气下吞火的 但随着这么带有动感的节奏 我一不小心就创造了一个全上海小民旗的新纪录 到底有多小呢 小豆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过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这次我们直接来挑战最难关卡64.5 结果高一进去 我都没听清这个音乐是什么呢 两秒就被秒杀了 你敢信 再来一次 我 再来 我去 这又是什么呀 这一次我看着了 我去 我去 这又是什么呀 躲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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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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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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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能让我上了十秒啊 对了这么一遍又一遍不断的死亡重来 死亡重来 我王小薇终于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成功掌握了64.5 10秒的节奏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在尝试了不知道多少遍之后 我越战越败 越败越勇 居然还获得了个成就啊 你敢信 我去啊 这成就不要也罢 告辞